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是资讯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是了解整个资讯跟趋势 几乎是每一个在从事各种产业的人 那必须要去掌握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能够帮我们的农民 把相关的一些资讯能够做一个整理 然后能够到我们的平台来 能够就掌握到一些发展的趋势 比如说像气候或者是拍卖市场 特别农产品的这个价格 或者是一整年来那个价格的 所有的这些产物的表现 那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农鱼序 相关的农民 他们在做很多的判断跟处理 那包括市场的调节 绝对会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这个网路资讯平台 让大家在做处理的时候 能够更准确 不管我们失水 还是使用不同的资产 天气状况非常重要的 那在肥药应用上的话 我们必须使用在地困状况下 我们在使用任何资材 如果下雨之后使用的话 可能这个资材使用就有点浪费了 那它给我比较快速的这个资讯之后 我可以比较早去做应对 这部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甲马瓜它体质非常大吃 那当然高温的话会影响它的一个成长 过去我们在使用这个气候的一个 搜寻的系统鱼头 它基本上都只是一个大致区域的 下雨的一个趴数 那这个趴数它掌握的是一个大方向 那现在县博它开发的这个新系统 它是针对每一个座物 不同的升感的温度 还有它的一个雨量的一个细节 来做一个提示 所以说它可以针对像我小黄瓜单向 这样的一个气温这样的一个雨室 对我想文化本身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高温的警示 或是一个暴雨的一个警示 对我们来讲是很方便的 因为农业的成本很高 所以如果我们在对的时间 有一些预知跟一些大数据的话 会让农民找走一些冤枉 然后像我们的作物比较多 很多的状况在季节的不同 价格的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果做一个预先查询 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作业 现在县政府做这个系统的话 我觉得对农民来讲其实帮助会蛮大的 因为农民大概缺少的就是去统合农的东西 如果政府帮我们做了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少了很多的心意 我们可以好好地把所有的做好 现在县政府这两年来 我们开发了这个农情资讯平台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提供给我们农民朋友 两大重要的一个资讯 第一个就是气象资讯 第二个就是产销资讯 这两个资讯是提供给我们农民 最重要的参考 这个资讯平台完全是免费的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农民朋友 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